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透过社群媒体来扩展您的USANA事业 不但轻而易举 还会成为您工作中有趣又有效率的一部分 使用社群媒体来帮助您的事业 有四件您必须要做的事 品牌 故事 平台 和参与感 事实上要在以上四个领域里成为专家 一点也不难 只要用心学习 您个人的品牌将主导您在社群媒体 所做的一切 它将总和您所提供的内容 媒体外观和给人的感觉作为品牌的形象 请记住您提供的不仅仅是USANA的产品和商机 而是您自己 包括您的个性 您的知识 您的经历 您的价值观和您的幽默感 您的品牌会吸引特定的读者 他们会因为你持续地分享 喜欢您分享的内容 以及您分享的方式成为你的固定读者 以下是您建立个人品牌时需要做的事 首先 探寻 观察一下您最喜欢的品牌 不论它们是公司 团体或个人 看一看它们的网站及社群媒体网页 它们想要表达的是什么 它们在提供什么 提供给谁 它们所呈现的感觉如何 下一步 选择自己的核心价值和品牌理念 命名您的核心价值 也就是对您而言最重要的个人特质 这将帮助您定义您的品牌 选出至少三或四个 您的品牌理念 也就是您想要提供给别人的东西 同样地选出三或四个 并写下来 您已经决定了您的核心价值和品牌理念 现在该拟定您的品牌声明了 用一两行文字介绍您自己 以及您所要提供的东西 作为您的品牌声明 这将是你简短的自我介绍 以下是一些范例 身为三个小孩的母亲 我了解终身健康的重要 和您分享一些我的理念 以及我所信任的产品 让我们一起成为快乐 而不只是个忙碌的母亲 我二十多岁 我崇尚健康和精灵 但是我不想付钱 让别人来帮我实现梦想 我找到的能一次帮助一个人 来改变世界的事业和产品 我是一个热衷健身爱好旅行的女孩 我渴望在忙碌奔波时 也能保持最佳健康状态 我常常提醒自己 如果保持健康就能征服世界 最后为您的品牌设计一个外观 社群媒体注重视觉效果 有名的品牌都有一个明确的视觉特征 这要从色彩和图像做起 上网找一些能让您对自己品牌 感到激励和兴奋的图片 您不需要是个专家 只要从谷歌点选抓取开始 再贴到桌面 然后放进Word文件就可以了 使用Pinterest 可以很容易地把它们放在一起 做成剪贴布 您也可以从老旧相片和杂志中 剪下来拼贴 当您在制作社群媒体的 个人资料和贴文时 我们将会在下面讨论 一定要忠于您品牌的原位 设计符合您品牌的图像 需要花一些时间 但那是值得的 您很快就会成为 一位使用手机拍照的艺术家 当您这些都准备好了 下一步就是找一位信任的 或住在附近的专业摄影师合作 一张照片或一部简短的影片 都可能胜过千言万语 或可以说是社群媒体上的 一千个互动 您所分享的内容 文字 图片和影片 就是您的故事 首先要了解的是 你有故事要跟大家分享 一篇产品见证 那是一个故事 您和您读者之间的相关经历 那是一个故事 引述一个专家的话或链接 再加上您个人的论述 那是一个故事 一张自拍照也可以是一个故事 只要时刻不忘您的个人品牌 就能更容易创作故事 持续为您的读者增加阅读价值 这包括必须花时间 去了解读者和他们的需要 别怕 社群媒体上大部分的故事都很简短 每一则贴文内容 大都只有几行 下面这些问题 可以帮助您发掘 其实最棒的故事 早就在您脑里或周遭生活里 什么原因感动您开创USANA事业 您和您的潜在顾客 有什么共同目标 本周您克服了什么困难 最近有没有拍摄了什么照片 想要与人分享的 有什么是您希望 能早在一年以前就知道的 您最喜欢哪些书和电影 为什么 您目前最喜欢的USANA生活方式 是哪一部分 您可以随时问一个问题 那就是 有什么东西可以教育 激励或娱乐您的读者 如果能抓住读者的心 您的故事将更有影响力 强烈的视觉效果 通常可以达到这个目的 最明显的方法 就是尽可能多用一些照片或影片 当然啦 您也可以用文字做基础 说明何人 何事 何地 何时 和为何 您甚至还能主动发问 故事是您在社群媒体曝光的命脉 而您就是最棒的故事 所以别再花一大堆时间 弄得尽善尽美 才去分享 要记住 这是您的品牌 也就是说 这就是您与人分享 自己故事的最佳场所 媒体平台就是您用来分享故事 并与朋友及潜在顾客互动的地方 脸书 Pinterest Instagram 和微信 只是许多社群媒体平台中 常见的几个 试图在所有平台亮相 可能负荷太大 所以只要选一两个好好经营就可以了 您知道您的潜在顾客 最常使用的是哪些媒体呢 这问题的答案 就是您该专注于 哪些平台的最佳指标 假设您对护肤非常着迷 而且很喜欢Celaviv 那您可能就必须针对不同的平台 分享你的故事 在Instagram 您可以分享您副面膜的照片 在Twitter 您可以用一些有趣的注解 来展开使用面膜的对话 在YouTube 您可以上传一些 如何敷面膜的影片 或成果展示的见证 在LinkedIn 您可以宣传 你对护肤的专业知识 当做你的专业才能 并邀请其他专家 来加入您的团队 在脸书 只要符合您的品牌 以上的做法都可以用 当您越深入了解 您喜欢的社群媒体平台 您就会发现 每个平台都有一些 对您有用的特别工具 比如脸书有一套强大工具 可以告诉您 关于您的读者 让您直接针对特定群组 来做宣传 Twitter的主题标签 能让您快速又容易加入 共同主题的对话 Instagram的故事 可使用有趣的视觉体验 来吸引读者 比方您参加 Ussana活动的照片和影片 您的社群媒体平台 是一个免费的工具 可以吸引无限的读者 与您连结 让他们从您的故事中受惠 用这项工具来分享并发展人脉 就能轻松上手 这正是直销的主要重点 还有其他更好的优点吗 对您的顾客而言 只要在你的媒体平台上点击几下 只要在你的媒体平台上点击几下 就买到改变生命的产品 这比什么都棒 好 现在您已经建立了一个个人品牌 又知道如何述说您的故事 您也选定了社群媒体平台 现在该付诸行动了 策略上而言 加入社群媒体主要是述说故事 与他人互动来建立读者群 并增加他们的生活价值 这一切表示什么 这表示您持续张天宁的故事 与他们保持连结 互相对话 进而在正确的时间点发出邀请 这是在网路上建立信任感 和吸引顾客的基础 因为人们会受他们所信任的人吸引 以下有一些规则 每七则贴文中 有两则应该是关于您自己 您自己的照片、影片或文字 有四则应该是转贴别人的内容 用连接或复制 贴上别人的故事 要注明出处 并说明为何与您有关 有一则内容应该专注于USANA产品 分享自己的经验与受益 当然要符合USANA的道德规范 您可以加贴ShareUSANA网站的美丽图片 或自己拍一张也可以 如果浏览者的兴趣被调动起来 那就分享新的购物车连结 以上就是七则贴文的规则 2加4加1 这是增加价值和建立信任的黄金公式 为自己设定一个时间表 您不需要等到分享时 才制作贴文内容 可以每个礼拜找一天做好全部的故事 然后再规划张贴的时间 互动接触是从群众回应您的贴文 而您再回复开始的 他们甚至还可能把您的故事 分享给他们的读者 这就是有机性的增长 进次Organic Growth 去散布爱心并参与别人的故事 真诚展现自我并享受乐趣吧 持续才是重点 而不是您花了多少时间 别让社群媒体反科为主 占据您美好生活的时间 最后评估您使用社群媒体的成效 问问您自己 你的读者最有兴趣的是什么样的故事 一天里什么时间贴文 对你的读者最好 您是否与您的品牌始终如一 您从别人学到些什么 社群媒体的使用技巧和诀窍 您设定什么样特定的目标 来增加下个月的读者群 当您使用一切来经营USANA事业时 持之以恒 并从尝试与错误中学习 才能让您在社群媒体上所花的时间 发挥最大的成效 很快的 您就会有针对性的 稳定的接触到许多 也正在寻找您所提供的 USANA生活方式的人群 您能想象没有手机 却想要建立USANA事业的那种感觉 目前社群媒体就像手机那么重要 更正自我的方式 您也将对许多人的人生 以及您的USANA事业增加价值 紧自LiveUSANA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